大家好,这里是无赛 今天分享一下is的这种材质的效果 比如说这次是透过这个玻璃材质 然后看到一种不同于这个原片本身的材质 先复制一下这个工程过来 然后把材质都删掉 先键两个材质 这个叫A,这个叫B 然后A是作为下面这个底层圆盘的材质 B作为上面的这个材质 渲染一下 由于讲解这种 就是透过折射看见不同材质这种情况 所以这里就不使用灯光了 看一下上面的这个是B材质 把B材质 这里改为玻璃 好,现在呢它已经是一个玻璃的材质了 把A材质 搜索把它改为一个发光的材质 一个蓝色的发光材质 现在就是正常的渲染的话 它透过这块玻璃看见的是底层的这个蓝色发光的材质 但如果想透过玻璃看见的材质和这个蓝色材质不一样的话 进入这个蓝色的发光材质 然后这里搜索这个光线开关 这次呢主要就是使用一下这个材质 再附着一个把它改为绿色的 把它改为绿色的 蓝色的呢 输入摄像机里的摄像机颜色 这绿色这个绿色这个是把蓝色的吧 最开始的底色作为基础颜色 然后呢咱们需要它透过这个玻璃的这一个区域 是一个其他颜色 所以在这里玻璃属于折射的这方面 所以改为这个折射的颜色 然后记得这里要启用 可以看见 在有折射的地方就会出现一种新的材质 这是这个光线开关的作用 就是让透过这个折射的地方 就透过玻璃的地方出现一种新的不同材质 比如说可以给它一个普通的材质 都是可以实现的 这里可以换成金的材质 因为这里没有天空 所以反射了一个黑色颜色 如果给它一个白色天空 它会反射出来这种金属颜色 这里呢就是这个主要是讲一下这个光线开关的作用 就是让它这里呢是使用这个折射 让它在折射的地方 就是透过玻璃显示一定一种不同的颜色的材质 平常做一些项目的时候 这种这种方式也是比较实用的 就是比如说某一个区域 然后来上一些不同的颜色 再进入某一个区域上一些不同颜色 都是比较实用的 好 这就是这里跟今天讲一下这个光线开关里面的这个折射 是 你 你